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9日星期六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9月7日在水灾结束一个月后 习近平到灾区视察 却没有去来北京较近的河北 反而到了黑龙江 学者就此作出分析 8月初台风杜衰瑞重创东北和华北 一个月后 习近平才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去重灾区黑龙江省上致市视察灾情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肯定感到各方面的压力 没有法子才去灾区补回此一次 但令人意外的是 习近平射近球员 胡平说 习近平去的地方当然经过挑选 但公众的责备主要是针对河北水灾 但习近平不去河北灾区 反而走去黑龙江 胡平认为部分原因是趋于政治考量 胡平解释说 因为习近平很担心自己的安全 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一路上都是戒避森严 附近的人都要关窗 公路都要封闭 要有很多保镖 现场要安排群众演员 但在灾区你就很难做这些安排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不愿去灾区 现场视察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太多政治上的考虑 尤其是个人安全的考虑 和权力上的考虑 斥责习近平 这条新闻不一定可靠 但包括元老在内 很多人都对习近平不满 这肯定是真的 由于政治经济都陷入困境 习近平目前在中共内外 承受很多压力 8日《大纪元》发表《视频人》 中原的评论文章指出 从最近习近平在南非 意外缺席商业论坛 和他回到中国后 先去新疆不去北京的安排来看 习近平对政变和暗杀的担忧 比以前更加严重 因此也更谨慎 但曾庆红一派的元老 目前已经很难对 习近平构成真正的威胁 向日媒放风的消息人士 他的目的似乎是搞习近平的局 中原分析说 估计是曾庆红一伙 看到习近平的极度担忧 因此制造出所谓的暴力 私下放风 不过 习近平目前最担忧 宫廷之内的疊血 他在防住所有人 曾庆红一伙现在放风 试图压低习近平的权威 可能会引起习近平 和他的治囊的注意 在内外交困之下 习近平可能会尋找 释放压力的对象 曾庆红这时候 如果抱头 可谓自尋死路 9月7日傍晚 广东多地连长暴雨 9月8日凌晨 深圳突然宣布洩洪 禍及香港 空猛的洪水冲上香港街道 车辆被浸 行人被冲走 8日 香港宣布全面停货 全港多处交通瘫痪 有人嘲笑说 那是托谁的福才能见到这百年一遇呢? 据大陆媒体报道 9月7日傍晚开始 深圳、隆岗、盐田和挪湖等地区 出现了暴雨和局部地区特大暴雨 挪湖、福田等地区受灾严重 虽然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防灾减灾处署長王尚孝表示 深圳水庫的水洩洪之后 会沿着深圳河排到深圳湾 不过这个大话 被官方传媒自己踢爆 深圳当地大水浸 马路变成海 地铁站入水 深圳市民李先生说 雨下得很大 市区里面浸了很多地方 特别是那些地下停车场 浸得最厉害 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水灾 网上有人发影片 看到水位高到腰以上 地下停车场的车都在水漂浮 江地防洪指揮部8日凌晨发出通告 决定在9月8日零时15分开始排红 深圳洩洪相关话题 一度在微波热手登顶 香港亦出现特大暴雨 但是这么多年来 香港很少出现水浸情况 据香港网民爆料 深圳洩洪 是导致香港爆发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页截图显示 港府7日晚通告市民 深圳水库在8日凌晨0時 開始洩洪 新界部分地区 可能出现水浸情况 但是港府新民署的通知 是在7日晚11時44分發出 也就是說 當局在深圳洩洪開始之前16分鐘 才通知香港市民 民眾根本來不及做準備 香港《星島日報》報道 天文台在7日晚9時25分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 25分後 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至晚上11時05分更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 之後8日零時0分 深圳發出排红通知 深圳洩洪時 羅湖一個小區居民 拍下洪水過境的情景 場面驚人 羅湖區位於香港和深圳的交界處 深圳深夜洩洪 當局原本說洩洪水量 每秒大約80立方米 不至於危及下游 但是香港媒體報導 3小時後 洩洪水量增加到每秒120立方米 加上下大雨導致香港水浸 深圳市民張先生說 深圳有好幾個水庫 水位都超過境界線 撐不住 唯有洩洪 洩洪的水就排去香港 香港新界很多地方都被浸 全港多處淪為窄角 其中北區雨勢特別大 1小時的雨量 一度達到150毫米 受暴雨影響 膝頭角公路嚴重水浸 路上行駛的汽車 就好像激流船一樣 在陸上行舟 有人說 由今次洩洪來看 大陸當局對待香港 和脚州沒有什麼區別 黑龍江省大慶火車站 日前有網民拍攝到 警察借登記旅客身份證為名 強制要求旅客安裝犯詐騙軟件 有網民說 在6號晚上 在黑龍江省大慶西站 發現有警察 逐個檢查旅客的手機 登記他們的身份證 並強制要求他們安裝 反詐騙的應用程式 各網民並且附上相關的圖片 引發民間熱議 有人建議說 安裝了APP之後 上火車就射載 接著又有人提醒 一旦安裝了這個軟件 就沒有辦法真正射載 江西景德鎮居民孟先生 7號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這類所謂的反詐軟件 其實就是監控居民現行的間諜軟件 他堅決拒絕安裝 他說 他就是一個監控人的東西 我們都不敢裝 他們每天向我們的手機發短信提醒 這些東西就是長期定位 跟蹤、監控 就是跟蹤器 裝扮成反詐騙 是用來騙老百姓的 微信的終端 就可以將些詐騙信息封鎖 為什麼要老百姓裝反詐軟件 戒聯網民陳女士告訴記者 他已經接到很多官方的訊息 要求他安裝反詐騙軟件 他只好下載了一個 他說我下載了一個 他們說 詐騙電話一來 公安的反詐騙APP就會攔截 我們的社區也在宣傳 說要下載反詐騙APP 我就下載了一個 這是一把雙刃劍 我想我要將它射在 有網民發到網上的短片顯示 有個男子騎摩托車 試圖入山 被沿途的交通警攔截 檢查他的手機是否裝了反詐軟件 這個男子反問警察是否不裝反詐軟件 就不能通過 警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有網民留言說 進入新疆還要額外安裝 新疆公安要求的本地APP 這些軟件 就算是表面刪除了 它內部仍在運行 如果你出境 海關也會檢查你的手機 是否安裝了境外的應用程式 3月27日 寧夏銀村西夏區 虎聯官方澎拜號 發布政務文章說 要將反詐騙宣傳 做到群眾家門口 掀起全民反詐騙新熱潮 5月9日 推特網友發送截圖消息 成都大學強制學生下載 國家反詐中心的APP 學生被要求填寫個人訊息 實名註冊 並交個人訊息主頁截圖 提交微信群 由班長擔任反詐騙負責人 3天後 山西臨分市政法委官方微博 發布公告 要求居民下載國家反詐中心的軟件 中國各地政府要求民眾 在手機內安裝所謂的反詐騙軟件 已經有很多年 但不少人認為 反詐軟件帶有監控功能 拒絕安裝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拱手揚出自己的國際舞台之際 拜登已經啟程前往中國的後院印度 參加20國集團G20峰會 有報導說拜登值此行發出一個明確訊號 就是與中共相比 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球聯盟 對世界各國來說是一個更安全的團體 在習近平缺席之際 美國很不客氣先發制人 首先與印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領導人 計劃在週六宣布一項重大聯合基礎設施協議 消息人士說 該項目的運作方式 預計將會通過鐵路網 連接黎凡特和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 該鐵路網還將會通過海灣地區的海港 連接到印度 由於中東是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還企圖在該地區不斷增加影響力 白宮推動的該中東項目 無疑是對中共的一拳衝擊 聯合鐵路項目 預計將會成為拜登這個週末 在新德里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的關鍵成果之一 此外 美國政府還尋求與沙地阿拉伯 達成一項大型的外交努力 其中包括沙地和以色列之間的正常化協議 消息人士說 如果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未來實現關係正常化 以色列也可以成為該鐵路項目的一部分 並且通過以色列海港 擴大該國對歐洲的影響力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客Politico》報導 拜登今次亞洲之行目的是加強美國的區域地位 這也反映了美國在全球金融影響力的爭奪戰 和中共正面交鋒的努力 拜登將會利用峰會爭取全球南方國家 路透社報導 拜登將會在峰會向全球南方國家發出一個信號 這就是 無論中共經濟發生了什麼變化 美國也可以為你們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時政評論人士楊威分析 中共派出黨內2號人物李強參加東盟和G20峰會 顯然分量不足 美強在東盟峰會人微言輕 等於是G20峰會的一次演習 即使拜登說 他對習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 但是就乘機主動出擊 接觸先登 當然 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否缺席 實際上都對大局無關 中共的本質和世界格格不入 離世界越來越遠 有專家指出 對於那些正考慮如何結盟的 國家來說 目前的形勢肯定對美國有利 微軟一份新報告說 中國利用人工智能創建虛假社交媒體帳戶 傳播虛假信息 故意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前挑撥是非 擾亂美國選民的判斷 微軟分析師在7日在一篇薄客文章中警告說 中共用了6個月的時間 已經開發出一種新的人工智能生成器 能夠生成視覺上令人驚嘆的圖像 又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 不斷改進圖像 與之前相比更加吸引眼球 更加容易在網絡上傳播 人工智能生成器 同時可以冒充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美國選民 討論種族、經濟問題和意識形態、槍支等有關的問題 並詆毀美國政治人物和象徵 在一個案例中 微軟研究人員指出 自由女神像的圖像經過修改 顯示自由女神既拿著傳統的火具 又拿著似乎是自動槍的東西 另一行文字警告 民主和自由正在被拋棄 有明顯跡象表明圖像是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 雕像的一隻手、手指超過五隻 《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中共政府向美國的社交媒體平台GAP 注入親共宣傳和虛假信息 網絡安全分析師表示 這個趨勢在過去幾年已經大大加強 他們試圖吸引美國的右翼民眾 在過去幾年中 被稱為垃圾信息偽裝的網絡活動 情井噴息增長 他們持續推送為中共投資抹粉的內容 同時貶低美國、西方外交政策和中共異議人士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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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